大家好,我是沙朗 我記得很久之前,我想年齡之前拍的影片是去大澳的 今集我們都來回大澳,為什麼呢? 其實原來疫情下的大澳已經開了很多轉變 包括加了很多新的文化、歷史和藝術的特色 今集我們就帶了那個華森女 Yana, say hello 一起遊大澳的 Let's go 今集我們參觀的都是大澳文化節的項目 不用等我聖誕,部分項目已經開始有得看了 大家來大澳經過這間教堂都會在外面打卡 但有沒有想過裡面有個隱藏打卡位呢? 這裡是我們平時沒什麼機會進來的地方 我們這次去一個天主教堂的天台 可以飽覽大澳的棚屋全景 哇,十字架很大 這裡是當地居民帶我們上來的 這棚建築物是這一帶最高的 大澳的棚屋是漁村的標誌 也是香港最為獨特的景色之一 但其實大澳的棚屋 當年來經歷了不少風暴 多次火災的洗禮 防火和排污系統 一直沒辦法得到政府的協助改善 如果作為重點發展文化旅遊的地方 即是希望可以重點改善這些最基本的需求 在大澳文化節的期間 天台這個位置到時會展出木船的藝術裝置 而三樓的展覽廳也會展出商店優化的設計圖 大專院校設計系的學生 已經為十間大澳的商戶進行商店優化 透過加入設計元素 展示商店的特色和故事 好似在益昌號門口前的藝術裝置 上面每一頂帽子都充滿著他們的故事 原來大澳人無論去到哪裡 都會掛著大澳味 益昌號研製熟蝦醬的故事 正正就是來自大澳的味道 和父母對子女的愛 還會利用當地的傳統生活工具 製作成打卡位和裝置藝術 門口也有些少許紀念品 例如postcard、郵票、memo pad等等 給大家拿走 港澳大澳三寶的復興行 簡直是我的最愛 他們的老水大墨魚、子貝天葵 我也有介紹過 今次的商店優化 他們就會製作一個創意的Menu 介紹他們最Signature的四種食物 還有巴桌位給大家邊吃邊打卡 還有不要錯過這裡四個AR打卡位 放上IG押Like 穿過大沖橋 去到吉慶街的張才祭 這裡有個必是的名物 就是蝦豬餅 Husband 蝦豬餅裡面的蝦醬 就是來自張才祭的 他們的蝦醬出名是用人手磨製 保存蝦香 味道層次更加分明 人手製作的蝦醬 是大澳文化的一部分 更是80年來傳承的工藝 門口新設計的打卡位 展示了張才祭的名物 大家不妨點多蝦豬餅來打卡吧 好香啊 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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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在大澳遊船的時候 多數都會搭這一種船 但其實搖滷山板才是 以前大澳人的交通工具 今次活動大澳會製造一艘全新的山板 為大家帶來20分鐘的傳統體驗 OK OK 謝謝 哇 你好 嗨 嗨 不過這個原來挺錯的 對 有沒有感受呢 然後第二次又來了 哇 這個是文化節的期間限定體驗 要報名的 我已經把報名列印放在資訊欄 大澳的豆腐婆車站豆腐花 絕對是香港郊野三大名豆腐花之一 以前的豆腐婆就是推著這隻小車 出去賣豆腐花的啦 出名夠曬滑 Viora第一次吃 好像發現了驚世明密 坐定定自己吃完整碗啦 嗯 好味啊 大澳士多串燒我都很喜歡吃的 如果有時間的話呢 我都會吃兩吋才走的 好可愛啊 你看這裡的人好可愛喔 好可愛喔 大澳是一個充滿人情味 充滿故事的地方 從有舊地 我最開心的是見到各界 在翼下重新關注景點的文化探索 達出新的一步 將景點的價值重新提煉 除了我剛剛介紹的點之外 其實沿途還有十幾個點 是很值得大家看的 會在大概12月24至17日期間 有個大澳的文化節 今次的大澳文化節活動 會在聖誕期間一連四日舉行 其中的重頭節目 河沖巡禮高 水上巡遊會在12月26日舉行 到時會有十手龍舟 以不同的面貌 展示大澳的節慶文化 今次的活動 會分散在大澳不同的地方舉行 除了水上巡禮 還有裝置藝術 AR打卡位 商店活化 紀念品 劇場 和20分鐘的傳統三版體驗 當地已經和巴士公司那邊商討 增加班次應付人流 不要忘記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留言、讚、分享、訂閱、訂閱 掰掰 掰掰 我們下支援 在大澳中 進行 展示大澳中 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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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行